台股新攻略 带您掌握全世界 好 同学朋友 重要关键时间点来了 欢迎加入我的LINE的小二十万一也是五二八 不用急 不用急 股市就是这样 它急不得 现在关键就在苹果这一档股票 那苹果在美国股市就算了还在涨 它涨的速度变得很慢 可是很讨厌 它就是涨 它涨的话 生技股一些传产 我们国内的一些苹果概念股就会动 所以照理说 我们用一个最简单的逻辑 投资朋友 您要注意到今天台北股市的成交量 有没有 1181亿了 昨天还1500 1600 成交量已经告诉我们说 这里大概短线上一些科技股差不多了 我觉得最简单的 我们来看一档股票 今年生技股的指标1795 你看这档股票 这尾盘还拉上来 还是拉上来 收在最高 你看就知道今天的K线 你看一下K线 你看到今天相对高点 你看到技术面 你看技术面就知道我要讲什么了 你看技术面 它底部已经 像这种的 底部已经慢慢打上来了 所以投资朋友你不用担心 我跟你讲的 不管是1752的 有没有这个金根长龙棒 那1762的也不用担心 这个也是慢慢 因为就是这个1752的你看 就打到这条线 它就上去了 有没有这条线 它打到这条线它就上去了 有没有看到这条线 那1762的也是刚好要打到这条线 就准备要上去了 第三季财报 因为1752的先公布 1762的还没公布 公布就精彩了 1795的之所以涨上来 是第三季的财报非常好 假如说生计股 第三季第四季是它的旺季开始 加上NBI生计指数即将大涨 我最近还在跟大家讲说 你不用担心这种东西 为什么呢 今天它开始在 打到这个线开始上来了 那我为什么跟大家讲说 因为它底部是这样 它是在底部 它在底部 你不用担心它在底部 它就是在底部 它又回到这条线的底部 有没有看到 这条线的底部 你看这条线的底部 就在这边 这条线的底部 它就在底部 那为什么这样 第一个 它公布十月营收 比上个月成长1.1倍 比去年成长24倍 比上个月那个不重要 比去年才重要 因为它第四季是旺季 全台湾只有这一档 能够 因为腾讯腾讯的关系 还有呢 还有中国网易 那网易跟腾讯 都是中国的电商平台 顺便也是做游戏的 那因为现在开始 你现在不要把游戏定位 只有什么软体游戏这一块 一定是有中国庞大的市场 还有呢 你必须要怎么样 因为现在中国都流行 那个电竞 有没有 它跟 所以软体游戏 已经跟电竞结合在一起了 它的 电商有看到什么 轩元件什么 在中国到时候还没有开始 现在只是在测试而已 公测 你有时候正式公测 不是上厕所那个测 是测试的测 三点水廊 公测已经到达好几百万人了 它刚开始上厕的话 它还得了 现在正在公测当中 就好几百万人了 所以已经看到 它十月的营收上来了 所以我一点都不担心 我觉得你再给我一点时间 我会给大家一个交代 就好像我们跟大家讲 1795的美食一样 当初也遇到过这种状况 可是我也跟大家讲说 我们一点都不担心 当初我们在这里 这埋在这里 你看埋在这里 那忍受到这里 这里附近在加码 人受到这一个 后来你看 全部赚钱出场 这时候是多头 首先我跟大家讲 今天指数又涨了93点 昨天跌150几点 有人看空 那你今天是不是要做多了 有投资人就说问我 老师某某老师 说在看空 什么 看空了半年 输了一屁股了 我在跟大家讲 我很会看空 这里绝对没有 这可能是轮动 可能风力发电的股票也要来了 生计股是最好的 现在生计股在等苹果 你看昨天苹果稍微小涨的话 我们生计 这个NBI升级就稍微拉回 那上个礼拜 苹果稍微小点 NBI升级股涨2% 涨2%昨天回挡个零点几 那不算什么 所以同志朋友你一定要有概念 一定要有概念 苹果只剩下一种股票在动而已 在全世界 因为要有全世界 叫什么 就是这一种的 叫什么 叫做剪刀 剪刀 剪刀脚键盘 因为只有键盘在动而已 其他人 我们的PCB的什么 今天什么真顶 我跟你讲那都是骗人的 你更何况这2474这种的 你看这样的跌法你怎么上去 你看今天讲那个国具说要合并 那国外的基美 KEM 跟它有什么关系 你看这个 因为你 因为这一类股票不是涨不少 你说老师那你不是打脸吗 你为什么认为你的 你的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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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这个机会大涨 不一样 因为这是层面上不一样的 什么层面上 现在开始要流行这个 这个有一点 短线上有点退流行了 所以你不用 不能再去做这些 不然的话 今天这个股票不会这个样子 你看 红棒 今天这个股票不会在最后关头 再冲上去收最高 现在在等什么 一定要等这个8436 因为这是大股票 而且他最近他很有趣哦 法人有看多看空 一堆 他有没有跌 没有跌的 你注意我跟大家讲的 我们跟大家讲的股票 都是现阶段 国际股市正在大涨的股票 我也希望跟大家分享这种东西 结构上会在今天 已经告诉你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叫做 只有1158亿 昨天还1500哦 1500 1600 现在是1100哦 明天如果成交量 因为美股可能也涨不上去 明天成交量 变1000亿 就是这种生计啊 游戏啊 这一类股票当道的时候 尤其是生计股 那刚好这几天 第三季财报今天12号了嘛 再过三天之内一定要公布完 好的 生计股就会冲出去了 那游戏股我认为机会也很大 不要不要忽略这种的 因为这种的在高档率一直掉不下来 表示表示说这个 这个获利很高啊 第三季就赚了七块八块 六块到八块 所以这些就是告诉我们 这些生计跟游戏啊 尤其游戏跟电竞是结合在一起的 我一点都不会担心我的股票 我希望从这边 甚至工具机会认为 今天大家并没有不知道说 最新的报告 法人外资把它调高平等上银啊 上银把它调高平等400块了 1597的你担心什么 有跌吗 他就在那边绕 他就在那边绕 有跌吗 因为日本最大的市场的THK正在大涨 这创了18个月的新高 18个月新高 这个地方总要过吧 合不合理 加油 不用担心 那投资朋友 我跟大家讲的股票 一定都会给你有很好的结果 欢迎你加入我的NIET 小老鼠YES528 上我的NIET 看我那在讲什么 这两天 重要关键时间点 就等苹果拉回 台股新公列 祝福你 明天见 估计并自付投资风险